曾经曾还能卫水 除非寂寞卫生 当我们这一代都在为幸福出卖 总以为AI首先淘汰的是作图 画图的 没想到居然是先把作曲 唱歌的给干死 不可能 你能相信吗 前面播放的歌曲竟然全都是AI生成的 只需要30秒就能生成如此高质量的歌曲 不但有免费版本 而且还没有声音水秘 你能听出来这些歌曲是AI生成的吗 咱们这些用AI做视频的创作者 非常让人头痛的就是音乐及歌曲的版权问题 牛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 目前可能是最好用的AI歌曲生成神器 而且号称是音乐界的XGPT 这就是苏牛 打开苏牛首页 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中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制作一首歌的按钮 网站没有中文版 牛哥这边用的是谷歌的自动翻译功能 我们点击左侧的创造按钮 需要登录 可以使用谷歌账户直接授权登录 十分方便 无需输入任何账号密码之类的 直接授权就可以了 界面十分简洁 只有歌曲说明 契乐 版本 这些选项需要选择 最新的版本是L3版本 默认也是V3 我们看一下左下角有50个积分 点击订阅查看一下 总共有三个版本可供订阅 默认的免费版本每个月送50个积分 也就是可以生成10首歌曲 专业版每个月2500个积分 可以生成500首歌曲 8美元每月 尊贵版每个月1万个积分 可以生成2000首歌曲 24美元每月 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商业条款的区别 我们打开左下角的帮助和常见问题解答 查看一下商业版权条款 上面是一些介绍如何使用的说明 移动到下面查看关于版权的说明 我们翻译一下看一下是啥意思 谷歌翻译查看一下 我可以通过YouTube上的歌曲获利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但前提是需要付费订阅 免费用户只能将歌曲用于非商业用途 不允许获利 如果需要获利 需要进行付费订阅 查看条款后 牛哥理解的意思是 免费状态下生成的歌曲不能用于获利 处于付费会员状态下 生成的歌曲可以上传到各平台上获利 即使是付费用户 在付费前生成的歌曲也都不能用于获利 即使付费中止 付费期间生成的歌曲仍然可以用于获利 无论付费与否 都将版权保留给用户 不得不说 这些条款还是很人性化的 因为很多这类音乐平台 用户想要获利 必须持续保持会员状态 这个苏牛平台这点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8美元500首歌 性价比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苏牛平台可能过于牛掰 并没有开通推广功能 牛哥也无法申请折扣给大家 如果可以将产生的歌曲发到音乐平台 短视频平台上进行创收 这点费用倒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前提是产生的歌曲真的一直这么牛掰 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了解它的版权要求 再进行试用 如果版权要求过于严苛 试用也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咱们现在开始生成歌曲 在歌曲说明中照着范例写一段说明 我们想生成一首关于爱情的汉语歌曲 明确为失恋爱情的汉语歌曲 其他契乐和版本都默认 契乐启用时生成纯音乐 点创造 看起来没反应 难道是因为我输入的是中文 系统不支持中文嘛 那就翻译成英文试试 回到苏牛网站 右边已经产生了两个歌曲 名字都是最新迷离 看来还是可以识别中文的 点开生成的这个歌曲看一下 点击播放按钮试听一下 相当的不错 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 居然还有歌手吸入空气的声音 完全无法判断是不是真人在唱的 歌曲还没处理完成 还没有下载按钮 中间还有歌词 歌词是谷歌进行翻译过的 所以词语不准确 我们后退看一下另外一首歌曲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两首歌一样 也打开试听一下 注意听歌手吸气的声音 简直让人听得入迷 可以发现两首歌曲的歌词是一样的 但是曲调和歌手不一样 我们打开下面的三个点 查看是否可以下载了 已经出现了下载按钮 可以下载为音频或视频 如果我们取消中文翻译 可以看到中间的歌词是排列好的 歌词也与唱出来的对应上了 那么我们再重新生成试下效果 生成一首同桌的你吧 这首歌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 看看是否可以超过原唱 开始创造 拭目以待 大概等待四五十秒 又生成了两首同桌的你的歌曲 播放试听一下 简直十分的令人惊艳 歌词也十分的贴切 左上角还生成了一张 洒满阳光的教室的图片 咱们再试听一下 另一首同桌的你 天晨的阳光灑满教室 同桌的你 静静的坐在那里 我看着你 认真的写作业 同样让人十分的惊叹 大家觉得这两首歌的作曲和演唱 可以超过原唱吗 那我们再让它生成一首同桌的你的 青春活力的汉语歌曲 提示栏中继续输入简体中文 为啥牛哥让它生成中文歌曲呢 一方面这是国外的平台 甚至网站语言还不支持中文 如果连中文歌曲都能很好地生成出来 英文歌曲应该更不成问题 另一方面 牛哥的频道是中文频道 大家对汉语歌曲十分熟悉 是否好听 大家一下就能判断出来 生成的歌曲实在太棒了 忍不住还是全部下载下来 即使是免费版的 下载歌曲没有任何的限制 也没有任何的声音水印 这一点超过了牛哥 试用过的所有的音乐平台 目前有限制的是 生成的歌曲只能在两分钟以内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可以生成更长的歌曲 已经生成了四首歌曲 还有两首歌曲在生成中 左侧的五十个学分咋没减呢 刷新一下网页看看 只剩下三十个学分了 根据前面的订阅说明 五十个学分可以生成十首歌曲 每首歌曲扣出五个学分 每次生成的是两首歌 一次扣除十个学分 新的歌曲生成好了 试听一下 简直把人的心都听话了 大家说说看 有没有颠覆目前作曲和歌手的可能 我们再听一下另外一首 也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仍然在让它生成跟同桌的你类似的歌曲 看看它能不能生成跟同桌的你的曲调或歌词接近的歌曲 点击创造 每次也需要等待四十到五十秒左右 等待期间 牛哥将所有生成的歌曲都下载了 没有一首歌是可以放弃的 一个都不能少 生成好了 试听一下 感觉非常的不错 我们再试听另外一首看一下 这个是男生 音色也非常的令人惊叹 当然也全部下载了 统统的下载了 歌词也复制下来保存了 有些歌词写得不太满意 咱们如果对歌词或乐器有额外的要求 可以打开上面的自定模式 上面可以输入歌词 按自己的想法填入想要的歌词 也可以随机生成歌词 这里是版权提醒 让我们不要输入别人创作的内容作为歌词 直接点击我接受 点击生成歌词 生成的是英文歌词 怎么生成中文大家可以摸索一下 文采好的自己写 也可以请查GPT帮忙 这个契约按钮 打开时将产生没有歌词的纯音乐 这里可以填入音乐风格 也可以随机产生风格 系统不能识别艺术家 应该也是为了避免侵权 下面这一栏是给你的歌曲取个名字 其他功能大家可以自己摸索试试看 牛歌全嚼烂了 再喂给你们也没什么意思 咱们再继续欣赏一下这些歌曲吧 限于版权要求 牛歌也只能截取前面的一小段 给大家试听 整首的牛歌只能自己躲在被窝里欣赏了 曾经曾还能畏睡 除非寂寞畏山 当我们这一带都在为幸福出卖 曾经曾还能畏睡 除非寂寞畏山 当我们这一带都在为幸福出卖 天晨的阳光灑满教室 同桌的你轻轻地坐在哪里 我看着你认真的写作业 清场的阳光 我看着你轻轻轻地坐在哪里 我一天我坐在你身旁 阳光照耀你眼神闪亮 律师对 name 送你轻轻轻地坐在哪里 jes and 回忆犹如影子闪烁 思绪纷飞想起那个你 离别的瞬间感觉如今 寂寞的夜晚无缘漫步 回忆犹如影子闪烁 思绪纷飞想起那个你